好 我们继续打开海德堡药理问答来翻到第28主日 日药理问答继续教导我们关于圣餐的教义 所以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温习一下药理问答 我们来从第75问到77问 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 第75问 圣餐礼怎样提醒你并使你确定 你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祭 以及他一切的益处有份呢 我们来诗教导七如命运分不温乎 所通信徒施的白开礼 喝这杯来敬礼它 并且赐给以下的义许 神学宗教导这个真正的心怀怨愿见 我们有个白开 我们可以提供我 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 也真的为我而舍 他的保险未能满流 其是此之 这种为真大的重新生 所接受到 与平行清靠着的福祉 所作为基督之身 他的保险真正的保险 他那给我们的身体 和他所留的保险 也真的为我而舍的命运 只要到我们的生 第76问 吃基督被丁的身体 喝他所留的保险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问题是 何求是从心心心 所受基督的一切受苦 我受的受死 皆是所有的赦罪 我们的能生 更是这种据基督 和我们的圣神 我们越来越连与他 如要的身体 这样虽然他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 但我们这是他 如人困扰 我们的能够 并且永远 要靠着同一位圣神 和他 我们一位圣神 和他 我们的身体 靠着一个人的身体 靠着一个人的身体 如果有一个人 靠着一个人 靠着一个人 一样 第77问 基督在何处应许 当信徒 吃着白开的饼 喝着杯时 他就用自己的身体 和保险 喂养他们呢 在圣神的设计中 举耶稣被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出现了 结果白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了十几年 饭后 照样拿起饼来说 这杯是我们的鞋 所欲的心愿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了十几年 你们每逢吃这杯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神长到他来 使徒保罗反复重生 这一英雄 我们所欲的杯 岂不是有一个 与基督的月下 而所白开的底 岂不是我们 与基督的身体 我们所欲的 人是一个杯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以这一个杯 OK 好 我们今天一同来 思想圣餐 在整个十六世纪的 宗教改革运动当中 在整个的 中世纪的教会生活当中 其中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内容 你去教堂里面 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 在中世纪生活的人 你生活在你的小镇里面 你的小镇的正中心 是一个中心教堂 每个主日 当然不一定每个主日 包括中世纪的人 也不一定每个主日 都去教会 以至于这个 anyway 以至于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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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heran Council 第几次Lutheran Council 第四次Lutheran Council 里面规定 每一个人 在一年当中 至少必须有一次去教会 要领一次弥撒 否则的话 就是他要面对 这个天主教的 开除教级的危险 anyway 所以你可以看出 这个当时 虽然说 在基督王国里面 这个教会的 Turch Attendance 也并不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 但是 在整个的 中世纪的敬拜当中 其中最核心的是什么 是那个祭坛 做弥撒 你去天主教的国家 去旅游 去这个 去这个天主教教堂里面 就是 旺弥撒 弥撒礼 所谓的弥撒礼 就是圣餐 只不过 按照天主教的这个说法 它叫做弥撒礼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在这16世纪 去教导 关于圣餐的教义 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 它改变了整个西方 基督教的风貌 改变了整个教会的 敬拜的样子 不再是一个弥撒 而是一个圣餐 不再是献祭 而是一个晚宴 那去恢复这个教义 去恢复圣餐的教义 是整个宗教改革 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然而在 关于圣餐的教导当中 包括在宗教改革 派一方也并没有 完全达成共识 到底圣餐 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所以 以至于在了到16世纪之后 基本上分为 在宗教改革一方 基本上分为两派 一派是路德宗 一派是改革宗 所以 关于圣餐的分歧 导致了宗教改革 我们和路德宗之间 是有着这样一个 非常重要的 教义上的分歧 以至于我们无法 从教会行政的角度上 进行合一 那所以 《药理问答》 《海德堡药理问答》 是一份 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宣告 因此他所教导的是 改革宗对圣餐的理解 因此 我们需要明确这一点 所以我们从七十五问开始 简单还是回顾一下 圣餐是整个大的圣礼 的讨论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还记得 圣礼用两个以S为开头的英文字 来定义圣礼 圣礼是什么 对啊 来来其他人 Sign and seal 这两个词 养完了 给你小钞了 小钞写在这了 有Sign和Seal 这是圣礼的意思 Sign是标记 Seal是印证 所以你看每一次 他问你的问题 七十五问 他是问了两个事 圣餐礼怎样提醒你 这个提醒的工作是Sign的工作 并且使你确定 使你确定是Seal的工作 圣餐提醒我们标记 印证我们什么呢 印证的是我们与基督 十字架上的献祭的益处有份 这就是圣餐要告诉你的 所以 七十五问这样回答 基督吩咐我们 吃这掰开的饼 喝这杯 来并且赐下以下的应许 还记得提到洗礼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基督设立了这个外在的水洗 并且加上他的应许 对不对 同样的这里面是一样的 基督 我们之所以 这是这里面强调的这一点 我们之所以来教会领圣餐 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 popular的一个事 不是因为这件事看起来很酷 我需要怎么样回应这个现代文化呢 我们到教会 现在的教会 都是一定要 你在敬拜的时候做的事情都是要酷酷的 可以比较上镜 你去拍个Instagram 然后可以到好几个摆个点赞 看我们这教堂多酷 但是我们之所以领圣餐的原因 不是因为这件事有多么吸引人 而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而是基督吩咐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 所有的敬拜活动的唯一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情的唯一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这个事能吸引非信徒来 这件事能让我们传福音更加有果效 都不是 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情的唯一的原因 是因为基督吩咐我们这样做 所以这就是上来第一句话 基督已经吩咐我 要我吃这个掰开的饼喝这个杯 然后他又在这个外在的标记上 加上了他的应许 他的应许就是内在的属灵事实 所以在所有的圣礼当中 都有一个外在的标记跟印证 和内在的属灵事实 内在属灵事实是什么 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 所带来的一切的救赎的益处 这就是内在的属灵事实 所有的救赎的恩惠 所有的 对吧 你就是如果 信用神学里面谈到的这些救赎次序 对吧 重生 对吧 这个称义 成圣被纳为上帝的儿女等等 与基督联合所带来的一切的益处 OK 那所以在 在外在的标记 所以你注意看 他的回答也都是按照这个定义来的 一个 首先是 首先 然后 更是 你看他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首先 正如我 真的亲眼看见主的饼为我掰开 主的杯递给我 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也真的 怎么样 为我而舍 他的血 为我而流 所以 这是首先 这个首先 告诉我的是 你注意到 他告诉我的是 这个圣餐 向我标记出来了 基督的应许 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献祭 怎么标记出来的 我看见 对吧 所以这就是圣礼 我之前提到圣礼 圣礼是可见的圣道 圣礼是 visible word 你能够看得见的圣道 可见的 每一次你来到教会 你来听道 你是用耳朵听见了上帝应许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而舍命 他的宝血 为我流出来 这是你听见的 但是接下来 每个主日 上帝又把这个道 用一种可见的方式 向你呈现 这就是圣礼 我看见了 所以你们领圣餐的时候 你们要干嘛 当牧师来前头 在这巴拉巴拉巴拉 在这念圣餐的仪式文的时候 你们需要干嘛 查一下邮件 你们需要干嘛 你们需要看 看哪 看圣餐桌前 在发生什么 所以每次 我在这掰饼的时候 我都要说 看哪 我加了一句 看哪 我在跟谁说话呢 我在跟你们说话呢 那个仪式文里面 没有看哪 这个字 这是我家的 看哪 正如 这是我的身体 看哪 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 你们不仅要听 对吧 你要看 教会里面有看的东西 对吧 但是你听到的时候 有点困了 有点累了 闭上眼睛 打个盹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又该看的时候 你要看 什么时候该看 什么时候该睁开眼睛 举行圣餐的时候 你要睁开眼睛看 你要看到这个瓶 真的掰开了 别不是这样 这瓶怎么掰不开呢 这瓶要没掰开的话 你要想这个基督 可能身体没有真的为你而舍 所以这个瓶一定要好掰 对 福音是你需要看的 对吧 你不仅要听福音 你要看福音 上帝的应许是 engage 对吧 上帝的应许是 叫什么 冲击到我们的 我们上帝造我们的五官 对吧 上帝造我们的五官 为什么上帝非得要这么强调这个事呢 对吧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对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上帝说 你听了半天 听了二十年也不信 我就让你看一看 我要让你看见 所以这个是圣餐你要看 然后圣餐你不仅要看 这个福音你不仅听见了 你不仅看见了 这个福音还怎么样 还触碰到了你 你从牧师的手里接过来 你亲口尝了主的饼和杯 你要品尝福音 literally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这句话写的是如此的字面 是在圣餐里面实现了 你真的尝到了上帝的恩典 对吧 过期的面包 之前我们有一次举行圣餐 面包过期了 这个味道非常的诡异 所以这个让信徒很难下咽 我怎么样把上帝的恩典咽下去 这是基督的身体 我不能吐出来吧 对 所以这个要经常更新一下库存 这样不要让信徒的信心受到失恋 那因此这就是圣餐次在教会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来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线上敬拜 当然COVID就是对教会的很大的挑战 可能是不行了怕死不能来教会敬拜 对吧 万一来教会死了咋整 所以我们体恤信徒信心的软弱 所以我们也有线上敬拜 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活在线上敬拜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不着圣餐 还有这个云圣餐 叫什么 云圣餐就是你自己自己准备 自己拜自己在家 这个也就是引起教会很大的分歧 有人说这个算数 有人说这个不算数 但是 对吧 药理问答在77分之后说 我们虽多但是仍是一个饼 我们都是同领着一个饼的问题 如果要是云白饼的话 你可能没办法同领一个饼 这个可能是一个难题 但是anyway我就不想捆绑你们的良心 就是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也不是天天口味的 在我们人生的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来到教会 来不仅听福音 你要来吃福音 来看福音 来把福音咽到你的肚子里 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 因此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哲学 基督教信仰不是只是单纯的属灵的真理 基督教信仰是实实在在的 属肉体的 属物质的 基督教的福音是属物质的 你知道这个事吗 这个事得让多少 柏拉图主义者抓狂的一件事 对吧 我不想要属物质的东西 基督教全是属物质的东西 耶稣基督设立的圣礼是属物质的 然后你吃到身体里面 你的身体是要献给主的 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献给你的 因为耶稣来是倒成肉身 不是倒成一个魂 如果肉体 你的肉体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耶稣来不会倒成肉身 耶稣来不会舍掉自己的身体 他来倒成肉身 舍掉自己的身体 是因为他要拯救你的身体 所以他要让你用你的有物质的嘴 去嚼那个有物质的饼 然后让你咽到肚子里去 来告诉你那是他的身体 所以这个跟洗礼是一样的对吧 外在的是圣礼 外在的是圣礼 内在的是属灵的事实 所以我们的嘴能吃的是什么 你能吃内在的属灵是什么 你的有物质有细胞的嘴 我这得说大白话 你这个有红细胞白细胞 血脚板的嘴 能不能吃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献祭 所带来的属灵益处 完了 我一问问蒙了 我不敢回答 不能 因为你的嘴只能吃外在的圣礼 所以你需要另外一张嘴 所以我们圣餐里 圣餐的 圣餐的时候 你听到祷告的时候 哎哟 完了 咋整 这是当牧师的心哪 这是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需要领圣餐的时候 更大 不久的听 这是为什么我们圣餐领了五年 对吧 我们恩约教会19年建立到今天 圣餐的格式从来没变过 很多人觉得 哎呀王爷牧师 每天的仪式都是一样的 听起来好烦呢 对吧 我都刀了五年了 你得记住这个事啊 愿我们用信心 如同灵魂的手和口 来领受这一切的恩赐 来我再说一遍 愿我们用信心 如同灵魂的手和口 来领受这一切的恩赐 因为你有白细胞 红细胞 血小板的嘴 吃不到属灵的事实 只有信心才能领受基督 一切属灵的益处 所以你的第二张嘴是什么 是你的信心 所以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来到圣餐桌前 他能不能吃到耶稣基督的 一切救赎的益处呢 他在吃喝什么 他在吃喝自己的嘴 这就是为什么非信徒是不能来领圣餐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仪式啊 我也想有参与感嘛 不要总把人拒之门外嘛 大家都来参与参与嘛 他感受一下 也没准他就信了 吓死了 你想让他吃喝自己的罪 你想让他吃喝受审判嘛 保罗说 所以你要来的时候 你要省察自己 省察什么 省察你有没有信心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的身体 真的是为你而舍的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的血 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的 你相不相信耶稣的身体和宝血 才能够拯救你 当你说我信 你省察了 你确定了 你有信心 然后 当然不光是你确定了 牧师也得确定 长老也得确定 然后 你来到圣餐桌前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了之后 对吧 他们要宣信 对吧 为什么领圣餐之前要宣信 只有宣信的人才能够领圣餐 因为你要确定他有信心 如果他没有信心来领餐的话 随随便便来领餐的话 他要被审判的 对吧 问题是我们可能不太相信这一点 问题我们可能没太把上帝的话 太那么当回事的吧 就是觉得说 参与感 要有参与感 基督的教会里面有好些事 是没有参与感的 你尽量不要参与的一件事 对吧 你说初代教会都是怎么传福音的 都是躲到坟墓里面去 都不让人找着 参与感 我们今天就是北美的消费主义文化 实在是影响教会太大了 什么事都来啊 看看热闹 我告诉你 教会没有什么热闹可看的 初代的非信徒把教会当作是一群识人族 他们聚会的时候天天吃人肉喝人血 有参与感谁敢来啊 对吧 所以这事不是要你参不参与的 对吧 这个事是有着重要的属灵含义的 所以吃基督被钉的身体 喝他流出的饱血是啥意思呢 不是我们用嘴咬咬咬咬吃 而是我们用信心领受基督的受死和受苦 借此获得赦罪和永生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 不仅如此对不对 当然中文给你翻译更是 当你出现更是的时候 你就知道更上一层楼了对不对 所以我问你 在你没有领圣餐的时候 在你从周一到周六 你没有来教会领圣餐的时候 你有没有信心 你有没有信心 有巴是啥意思 有巴 有巴 你得有 你是有的 我向你确定你有 然后 而且你在这个没有领圣餐的时候 你相信 耶稣基督的 被钉的身体和他流出的饱血 是 为了使你获得永生的 对不对 你也确定 你的信心是确定这一点的 那么 我们 说吃耶稣的身体 喝耶稣的血 跟我们从周一到周六说 我相信耶稣有什么区别 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明白我在问什么 我们刚才说 吃耶稣的身体 喝耶稣的血的意思是 相信 信心对不对 相信 用信心领受基督一切的受死 受苦受死 获得的赦罪跟永生 就是我们刚才说 吃喝 吃的有点太多了 吃喝耶稣 是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吃喝耶稣 只是这个意思的话 那么你从周一到周六 有没有吃喝耶稣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只是这个意思的话 你说的没错 我们没有吃喝耶稣 所以这就意味着 吃喝耶稣的含义 还要比单纯的信心更进一步 能有没有这个逻辑关系了吗 因为你从周一到周六 并没有停止相信耶稣 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你去吃圣餐的时候 你所运用的信心 就不仅仅是单纯的 像周一到周六 就是那样的运用的信心 你这个时候 运用的信心 是使你越来越联合与耶稣 所以这就有另外一层含义 与基督的联合 那我再问你 你从周一到周六 有没有与基督联合 有吗 有 有 你确定吗 一直连着呢 对吧 没断线是吧 没从周一到周六 卡给你断了 到周日来重新接生 你一直连着呢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有信心 所以你一直与基督联合 所以你是在用信心 与基督联合 用什么与基督联合 用什么与基督联合 用信心 确定 不是用你的成圣 对吧 没关系 你不明白我在问什么 也没有关系 有人知道我在问什么 所以你是用信心与基督联合 OK 所以你从周一到周六都有信心 都在与基督联合 但是当你来周日领圣餐的时候 你在吃喝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 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联合的功效 要超越于你周一到周六 单纯的信耶稣的时候 所以你说这事怎么理解呢 这事不太好理解对吧 所以他叫奥秘嘛 他要那么好理解 他就不叫奥秘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不好理解 所以他叫奥秘 有一个好的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可以类比 可以类比这个区别 在座的已婚男士准备好了 这个可能这个类比也会 也许会影响你们夫妻关系 这个类比就是你跟你老婆 在没有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是不是在结婚的状态里 是不是在婚姻里 是对吧 就算是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 你们是已婚的 对吧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 就算是从周一到周六的时候 我们是用信心与基督联合的状态 但是每年有那么一天 叫做结婚纪念日 对吧 在那一天 你们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些能够让你觉得说 这个婚姻让你变得 婚姻当中的这种联合 让你感受的更深刻一些 当然有可能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有一些人会做一些特殊的事情 比如买朵花啊 或者带他出去吃个好吃的呀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纪念的活动 让这个婚姻的联合的状态 外化出来 变得更加的强化 虽然你不会因为过了这么一个结婚纪念日 而变得更加的联合 因为你已经在婚姻里联合了 但是这个结婚纪念日的 所做的这些事情 会让这个联合变得更加的强烈 所以这就是圣餐 你可以类比 从周一到周六 你还是与基督联合的 但是在主日 当你领圣餐的时候 当你吃喝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个联合的被强化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这里面还是有奥秘存在的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一个类比 所以第76文这样说 这个当我们吃喝耶稣的时候 我们透过圣灵联合耶稣在天上的身体 所以耶稣在哪儿 耶稣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 当领圣餐的时候 圣灵把我们带到了天上去 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 他虽然在天上 但在领圣餐的那一刻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如此彰显的淋漓尽致 以至于我们是他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的这个现实 是自面意义上的彰显出来 我们吃了他的身体 喝了他的血 所以我们与他的联合 骨中骨中肉是啥意思啊 夫妻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例子 好像不是没啥关系的 对吧 所以就像你来教会领圣餐 但就好像你参加与耶稣基督的结婚纪念日一样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基督是教会的丈夫 保罗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然后保罗接下来说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说的 我这话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 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一点 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你知道吗 做基督徒的你必须明白 基督与教会的联合 你才能过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 而你作为教会的肢体 教会作为基督的新娘 每一个主日来要被他的丈夫呵护 被他的丈夫关爱 基督是如此爱他的新娘 以至于他每一个主日都给他的新娘 准备了一份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就是他的身体的保险 因此你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说责任说的有点太冷了 太冷酷了对吧 因此你作为他的新娘 不要拒绝他 当耶稣如此的爱我们 把他自己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追逐这世上的偶像 把基督丢在一边 因为也许 可能 大概 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也许下一个主日 基督的身体和保险就领不了了 对吧 也许可能 你知道这个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在苏格兰有的信徒 长达好几年领不了圣餐的 因为什么 因为苏格兰当时没有牧师 他们要从英格兰拽过来 他们的神父是不能 他们的神父被革职了之后 他们没有办法执行圣离 所以我们 对吧 当你老公给你买结婚纪念日礼物的时候 你应该感谢他 然后怀着感恩的心把他收下 这就是 对吧 这就是 你来教会领圣餐的一个心态 就是这样 我在天上的丈夫 赐给了我这个礼物 我要怀着感恩的心 来感谢他 来领受 所以 所以这个与基督的联合 保罗我们今天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十一章 如果你读何合本的话 那里面提到说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对吧等等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对 他在前面说了这样的一个词 这个词在中文的翻译里面 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很 不是特别能够理解的词 那就是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开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合本翻译成 统领基督的血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 然后你注意到你在读 海德堡药理问答的时候 第七十七问 下面海德堡药理问答 你们的中文版里面这样说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有份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吗 那你读到这的时候 并不是这个翻译错了 而是我特意把合合本的翻译 给它改了 因为合合本翻译的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 叫koinonia 它在英文里面叫做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所以它的意思并不是 你跟其他人一起领一个东西 它的意思是你成为某一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当你吃着掰开的饼的时候 你成为了基督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是这个意思 你有份于基督的身体 当你喝着杯的时候 你不是跟其他人同领 这不是保罗说这么简单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喝这个杯的时候 你加入了成为了基督的宝血当中的一部分 你加入到了基督的身体当中成为他的一部分 所以这在说什么 这在说你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事实 你成为基督身上的一部分 所以基督是身体 你是肢体 基督是真菩萨树 你是枝子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和保险 这就是圣餐非常重要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的管道 再次回到那个更大的问题 你的信心从何而来 你的信心该如何坚固如何增长 对吧 第六十五问 要来跟大家说 圣灵不仅借着圣道的宣讲 在我们心中生发这个信心 更借着圣礼的实行巩固它 所以圣餐赐给我们是要巩固我们的信心 是要让我们与基督的婚姻变得更加坚固 你想知道你的婚姻怎么变得更加坚固吗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给你老婆买束花 你的婚姻会变得坚固 你想知道你与耶稣基督的婚姻变得怎么坚固吗 领圣餐 感觉这两个事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有关系的两件事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然后我们花两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说吗 我的时候讲完了之后 已婚难事可能会有一点hard time 不过没有关系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在地上的husband 我们做的丈夫都做的不如耶稣好的 对吧 你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但是你要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私下来问我 我就这咕噜掐了就不拨了 这是一个好问题 有人在网上说 我喜欢问题解答的环节 我也喜欢 但是这个环节是非常 你知道在中世纪 如果你可以现场 如果一个牧师 神父或者是一个神愿的教授 在上完课之后说 好了现在有什么问题 可以自由解答 这一段的回答将会被收集成为一个文库 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随机解答的文献 因为这个对于问题的回答者的 神学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很多神学院的教授 他们要求 教会法要求 他们全年只需要有两次做这样的回答 一次是在复活节 另外一次是在其他的日子 然后这些神学院的教授 在选择 要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出去度假了 所以很多牧师有的时候 不会接这种随机提出的问题 所以 4.2 2.21次 2.22次 2.23次 好 成交 好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 天后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在今天 借着药理文达的教导 再一次 叫我们温习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丈夫所赐给我们 很美好的礼物 她把她自己的身体和宝血 设立成为在地上的胜利 叫我们能够不断的 不仅是信靠她 更是与她联合 叫我们能够借着信心 借着圣灵的大能 能够升到天上 能够享受我们在天上的演习 叫我们能够盼望她的再来 说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来更加深刻的明白 这个伟大的圣理 在教会里 虽然常常被人厌弃 被人忽略 但是主要求你 叫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每个主人能够 让我们领受她的时候 能够心怀感恩 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 不断的成长 更加与基督联合 只等到她再来的日子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的名 是奉静的那些